感謝神,今天的訊息是喜愛和遵從神的懷語 喜歡看聖經,又喜歡遵從神的懷語 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信仰的基礎是能夠從聖經建立出來的 我曾經認識一個人,在教堂裡他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素來都不喜歡讀書,我上學是不讀書的 他又可以,他只是聽,完全不讀書,照他考試 我不知道他考得怎樣,他都一樣不讀書 他說,來到教堂,你們又要我看聖經 他回來很多年,他覺得很喜歡,你們給我很多規則 就是一個非常負面的,對於看聖經的心態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看書是否很害怕,讀書是否很不喜歡 有沒有說,哎呀,糟了,又要讀書,哎呀,真是慘了 又要上學,又要看書,會不會很害怕呢,很不喜歡呢 對於看書,一想到看書,就立即是不喜歡 對於,因為現代人呢,是甚麼都是影視的 全部都是看電視,看那些上網,全部都是圖畫的 哇,看字密麻麻的,會不會有種很不習慣呢,那樣 你們會不會有種不習慣的感覺 有時候,對於過兒科 希望我們能夠衝破這個障礙 譬如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想學一件事 你真的很想學 譬如我很想學 有些人甚至想學煮菜 他要看餐櫃 教他怎樣煮 他要看什麼 加什麼材料 加多少 他要看 當他很有興趣的時候 他都會看的 或者是當你學一件事 上網不懂得上 有人教你的時候 可能你會寫下怎樣上網 你學的時候 如果有興趣 譬如你想學彈琴 你會寫下和言 是否要寫下 你有心那件事 你一定會用心思學 但有些沒有心思學 你就會沒有心思 要用那麼多心思 希望大家真是說 神的話語這麼好 因為祂是我們生命的道路 是會真是教導我們 和將很多的福氣賜給我們 你相不相信 神是所有恩典的來源 神 這是祂最重要的 就是所有恩典 包括很多人認為 我們賺錢 都是我們自己賺回來 其實不是的 因為神如果不給我們健康 我們都沒有辦法賺錢 如果公司倒閉 都沒有辦法賺錢 所有恩典都是從神那裡來 如果不是有太陽與水 這些所有公司都不能運作 都不會有錢 都是神 賜給我們的 我們去感謝神 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有些人讀書就是這樣說 都不知道為什麼要讀 也要讀science 理科 歷史 地理 有什麼用呢 這些東西 英文 中文 我用中文 就知道有什麼英文 很多用的 數學 微積分 很多東西好像沒什麼用 但當你讀書之後 我告訴你 我很多年前讀書 上學 現在我也讀書 我現在都經常研究 有什麼題目 我馬上研究 以前學了 以為那些東西沒什麼用 為什麼現在法國 就算地理 歷史 很多時候 歷史裡面提供的人物 你看很多文件 聽很多人說話 都會提供這些人物 還有地理上 很多東西都是會學的 那我又告訴你 你所有學的科目 都不會全部用完 不過 聖經很特別 是全部都用得完 那不是很厲害 現在全部能夠祝福過 這件事是你全部 即是任何一件事所學的 你認為最有用的是學什麼呢 可能學中文 應該第一是中文 第二才到英文 不會英文最重要的 在香港最重要是中文 那中文學了有沒有用 很有用 但是你學中文好 是不是一定代表你樣樣順利 你學中文學得好 是不是一定代表你婚姻會成功 不是一定的 中文好好的人 那些文學家都可能 分間有問題 就是不是一定 你學中文之後一定可以 但是呢 很特別 聖經是能夠祝福我們 所有所有的事 你什麼事它能夠幫助 那你是不是覺得聖經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第一呢 很多人認為最重要 其實最重要不是這件事 不過就是人的心中 總是覺得最重要是一個盈女來的 就是覺得最重要是什麼 錢 就是最重要是錢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英訊告訴我們 神都照顧我們的錢 在《針言書》十三章二十二節 那裡說呢 你有聖經可以一起讀 善人剋子孫遺留產業 罪人為義人 即存自財 那要說一句說話 就是一個善人 跟同神的人 他所留下的產業 他會留給他的子孫 即是傳到給子孫 但是那些罪人呢 他就想傳給他的子孫 為何要傳給他呢 為義人 即是那些錢 他本來想傳給他的後代 或者他的家人 或者他自己用 怎麽知道結果 就不是傳給他們 而是傳給跟從神的人 跟從神的人 神是會將錢財所需用的字 是否就是說 我們不用做工 每個人不用做工 那個人就叫手 我只是祈禱看聖經就可以 又不是的 我們要讀書 要預備好自己 我自己都很努力預備好自己 就算我現在都預備好自己 不斷預備好自己 不斷在語言上 不斷在預備訊息 整整些材料 不斷的 即是我不會停下來 如果我停下來 我就睡覺了 那我就休息了 如果不是呢 或者我又會去散步 我散步的時候 我都會讚美天父 我就不會在那裏發牛鬥 有些人會發牛鬥 在那裏和無聊 在那裏按這個電視台 看看什麽東西看 沒有東西看 又按另一個 按來按去 按來按去 經常用很多時間 那裏很多人的心態裏面 就是好像跟從這個世界 被這個世界控制 但如果我們跟從神的路的時候 我們走神的路的時候 神就將很多的各樣的資源 賜給我們的 世人他們想追求 但是追求不到 但是跟從神的人 一個努力 我們要勤力 勤力的人 愛主的人 神就將各樣的恩典 賜給你 真是你發覺 是很多很多的恩典 可以談到 神又賜給我們智慧 讀書的人是否一定智慧 因為通常應該是 但你發覺 有很多讀書很厲害的人 他們的家庭是破裂的 你讀這麽多書 應該不得懂 應該小學生都懂得的道理 你要愛你周圍的人 對周圍的人好 但怎麽知道 為什麽那些人讀這麽多書 他們為什麽不會被 他們的家庭尾門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 他們的道德 即是他們所學的 不能夠應用在他們生命裏面 但神的話語 是能夠應用在我們生命裏面 每一個人 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以復所書一章十七節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 榮傑的父 將那賜人智慧和睇事的靈 上給你們 使靈活真知道他 這裏保羅就是求的 求我們的天父 今天我講道會用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 在那些詞 我們其中有一個 讀聖經很重要 因爲我這次講到讀聖經 讀聖經要留意那些詞 留意的時候 去留意那個字 然後去思想 思想跟著去應用 去相信 並且去實行出來 譬如這裏講到 榮耀的父 有個什麽特別的字 榮耀的 是充滿榮光的 這個世界上的人 是不是都是榮耀的 有 不是的 有些人都幾不榮耀的 是吧 就是我們見到有些人 他做總統的 怎麽知道 被他的政府去查他的底 他所犯過的錯 結果呢 是要受法律的制裁的 其實是不榮耀的 是吧 很醜的 其實是很醜的 當你做完總統之後 怎麽知道 要受法律制裁 是否真的非常醜 是吧 自己都覺得很難過這關 所以人呢 不是那麽榮耀的 那我想問大家 我們是否榮耀呢 我們的生命是否榮耀 想是 想是 你想是 就可以是 其實你就小心 所有的過錯都不要犯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使得每一個在座的 都打開眼睛 打開眼睛 可以嗎 你如果旁邊 你看看旁邊 沒有打開眼睛 你跑一下他 打開眼睛 好了 好 那我們的天父呢 是充滿榮耀的 我們的天父 他是充滿榮光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麗的 那是似什麽給我們呢 似給我們有 智慧和啟示 很特別的 神是講說話的神 神會賜給你聰明智慧 那我呢 就發覺呢 我在這裡預備講到 神會給我很多意念 很多意念進入我裏面 這是神所賜的聰明智慧 和處理人 很多時候呢 神會給我們聰明智慧 去處理和學習 去學習呢 能夠看到人 這個好處就要學了 那這個是 神給我們的聰明智慧 你有沒有這種學習的心 這個人呢 他真的有這種聰明智慧 他處事真的很好 他講解聖經真的很好 你會不會這樣留意 當你留意的時候 你就學習了 放在心裏面 看聖經的時候 也都放在心裏面 所以這兩個字很特別 第一就是 刺 刺 通常人都是孤寒的 但是神呢 就不是 是刺人的 所以你記神 神是刺人的 神給我看聖經 經常留意這些字 你發覺呢 我自己喜歡 刺的聖經 在聖經呢 用不同的筆 用顏色筆來畫 以前我用不同顏色的 這個方法你都可以用 因為我現在都看慣了 我一看已經知道 什麼顏色了 所以我已經不需要去分辨了 我立刻看的時候已經知道 我以前用什麼三個顏色呢 就是用紅 就是代表耶穌的補血 神的救恩 恩典 藍就是相反 就是罪和懲罰 綠色就是成長 就是三支筆 但是我現在用一支筆 因為呢 一看的時候 我已經習慣了 就是我做了很多很多 已經習慣了 能夠分析到 那我就會留意到 這些重要的字 你會留意到 刺人 那你又可以在聖經那裡 間住一個刺 刺給我們的 刺給我們什麼呢 我現在用紅色 我現在用紅色 刺給人呢 智慧 就是能夠有智慧 智慧是什麼呢 就是你學到的東西 能夠應用出來 有很多人有記憶力 有時候讀書就是學記憶 其實懂得很多字 但是懂得很多字 未必好 譬如有些人讀英文 學很多字 單詞很多 為什麼用呢 就不懂用的 因為他沒有這個智慧 去用那些字 我們要有智慧 處理我們的生命 以及啟示 有些人會說 到底 神是不是現在都啟示給我們呢 我想說 神會啟示聖經給我們 即是不會說66卷之外 現在67卷 是不會的 神會啟示我們的道路 因為聖經講到 你在後面聽到的聲音 告訴你 這條是靜路 要行在期間 就是神會跟我們說話 祂會告訴你 你有什麼罪 有什麼要處理 神會啟示 去帶領我們 指示我們當行的路 所以我們感激神 所以我們有聖經 就是神會賜給我們 智慧和啟示是好過的 一生的路 有一條路肯定是好的 是什麼路呢 就是天國路 就是神的路 那你走世界的路 你有沒有能把握呢 有沒有把握呢 好像你這麼小 你前面的路 你有沒有擔心呢 死定了 將來讀書 還未會擔心 還未會擔心 我會擔心 你們會擔心 你們會擔心 你們可能會擔心 你們會擔心 有沒有擔心 我們擔心 因為我們用人的角度看 這個世界是很多東西 我們不肯定 但是神說了 祂的路是最好的 神的路 你為什麼擔心 你擔心神的路是不好的 會不會 需要嗎 不需要 所以你可以說 神的路是一定最好的 我只要做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你親近神 遵從神 還有你做你應該做的責任 聖經吩咐的 對人 讀書 護工 什麼都盡你的責任 那你就放心 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走神的路 但是世界就不是 世界的人的成功 是很沒有把握的 為什麼呢 比如說 哎呀 我想我的生意成功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好呢 有時候會擔心 神有他的方法 神會給你聰明智慧 你只要尋求神 神就會指示你當行道 是不是非常之好 所以聖經真的很好 好 好了 然後呢 聖經也說了 各樣的福氣 很多福氣 非常多 每一樣東西 全部賜給我們的 生命記28章 整章 上半部就說到福氣 下半部就說到咒坐 我們一起讀一下 你若留意 聽從二路話 你神的話 謹守遵行 太吉祭戒命 就是我今日所豐富你的 他必使你 你超乎天涯萬恆至上 你若聽從二路話 你神的話 這以下聖福 必追隨你 臨到你身上 他說 留意 第一 留意 你是不是一個醒覺的人 留意的人要醒覺 有些人不太醒覺 就經常都是一種沉睡的狀態 為什麼沉睡狀態呢 就是他處理自己 處理得不好 夜睡 常常想一些不好的事 煩惱 煩惱的人就沐茶茶 越多討告 你的思想越清晰 越多看聖經 你的思想越清晰 那你就 凡事都留意 留意人說的話 其實你留意人說的話 你又回應 你又會有很多朋友 留意 但最重要 就不是人的說話 是神的說話 聽從 聽從 聽從也說 神的話語 謹守 很小心的 去遵守 和遵行 神的一切 的戒命 就是今天所吩咐的 神就會使你什麼 這裡說 超乎天下萬民至上 這句說話很厲害 超乎萬民 你有沒有覺得你做工 不是那麼超乎人 是吧 或者你要侍奉 譬如你要講信息 但你少了 好像不是很超乎人 但是神答應了 神答應了 你可否超乎其他人 是可以的 只要你越遵從 神就越賜給你能力 道路 智慧 聰明 去做一切的事 我自己發覺 在我越來越跟從神 幫助人靈命更新 真的可以的 信息也更加自由 和輕盛 更加我自己 有被神的話語 觸動 你可以超乎 這句說話 真的很好 你越看 越覺得好 我想鼓勵大家 你看聖經 應該用什麼方法 有時候有些人 就好像覺得 每天看一張聖經 已經好好了 這個是好的 但不要只限制於 看了 不要說看了 就好 有些人先不看 第一我們要看 看完 你要去昼夜思想 今天你可以想這句 超乎天下萬民之上 這句說話 是不是很好 很好 有時你有沒有覺得自己 都幾低於萬民之上 自己沒什麼作用 但你說神 你答應了我遵守這一切 但是呢 他留意 經常都醒覺的 留意遵行 你便會把我放 超乎天下萬民之上 神 我的生命 可以大大發揮出來 你想不想 想 你覺得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你真的可以 每一個都超乎 你現在的狀況 越來越成長 當你聽宗爺的話 神的話 以下的福必追隨你 臨到你身上 這個 追隨你 追隨著你 追隨著你 追著你 很簡單說 世人用的方法 就是要追女生 追男生 追男生 但是神是你預備的 有一天 祂會跟著你來 你的福氣會跟著你 你不用擔心的 或者神是要你獨身 不要緊的 神要你獨身 有些人就很慘 很害怕就死了 如果我獨身 我就很慘了 不會慘的 你可以享受的 你會更多 更多弟兄姊妹 做你的朋友 可以專心示夢 其實是福氣來的 不是一定 結婚即是好的 但如果神是你預備的 神就是將最好的 跟著你來 追隨你 追隨你之後 還會怎樣 跟著下面那個字 是甚麼 臨到了 又是很特別的 看聖經 其實也挺有興趣的 我很喜歡看聖經 很喜歡記錄的 臨到你身上 即是怎樣 牠跟著你 牠就不是隻狗 隻狗一追隨你 跟著臨到你身上 牠是福氣 那些福氣跟著你 跟著 跟著 就走在你身上 臨到你身上 這樣發病很好 這樣看 原來這麼好的 追隨我 臨到我身上 這些經文 當你這樣去讀的時候 去默想 會不會覺得 很有信心 做人 真的很開心 真是很開心 神的福氣 下面講的福氣 我們現在不讀 即是在生命的28章 我們回家讀 很多福氣 賜給我們的 能夠賜給我們 凡事 我出我入 所有你做的事都必定祝福 約室就是觸實這個應許 約室觸實這個應許 所以約室 他怎樣 他去到埃及地 又不懂埃及話 你想想 又覺得被 他的歌出賣 應該是否很不開心 應該是否很不開心 又覺得 哇 那些人說 咬了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不知是甚麼話 說甚麼 就不懂得 但他居然能夠 第一 就是他沒有這樣埋怨 一樣是親近神 愛神 然後 又學到那些語言 就是他留意聽人說話 其實十幾歲 學話都不容易 幾歲那些就很快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那些嬰兒真的 那種記憶力很厲害 雖然你看他好像 嬰兒也不會出動 又不會走 為何他學習得那麼快呢 他在那一兩年學習的話說出來 你怎樣學都學不到他 講得那麼準 約失十幾歲了 居然可以學到埃及話 居然他的主人會寬理他 因為他遵從神所有吩咐的一切 是否真的非常好 下一點就是避愛 剛所說的是什麼 神的話語是會帶給我們各樣所有人所要的東西 很多人很想有人愛他 當我發現有一個 英文是secret admirer 即是一個秘密的羨慕者、愛夢者 有一個人寫封信給他 又不說是甚麼名字 每天都寫封信給他 說我很欣賞你、很歡喜你 有一個人是好的不是不好的 他寫的說話是好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很開心 有一個人這麼喜歡我 但是這個聖經說甚麼呢 就是神的喜歡和神的愛 是永遠隔不開的 在羅漫書八章我們一起讀一下 因為我深信 無論是寫是身是天使 是掌權的、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 是別的手造之物 都不能跳過我與神的愛格訣 請在我示範、是屬耶穌、是有能的 我們看這個經文是很好的 因為我深信 深信是甚麼意思 深信 深信的相信 堅定不疑 好堅定、好確信 為何保禄會這麼確信呢 為甚麼呢 我要問為甚麼 為何他這麼確信呢 因為他經歷過神很多的作為 他很知道神是很真,神真是做他英聖所做的事 所以他在他的经验和他所信的圣经,他知道神是可信的 所以他很深信,无论是什么事,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 很多发生的事,保罗有没有经历,有没有经历困难 他被人用石头打,打不死,石头打不死,用棍打 我说,鞭打,罗马鞭很厉害,打得皮会开 因为鞭的尾,拿着金属,那套瘦烂腹那些 我看完,你真是很害怕 保罗经历过那些又沉船,经历过那些困难 他就发觉神的爱,可能他在沉船在海中 神的同在一同一同,他说我不用担心,我一定会迷岸 他经历过这些困难,当他被打的时候 他都经历了神的同在 曾经有人受逼拔被人打,他说不痛的 受逼拔的时候,你求神赐给你 你有信心去求,耶稣说 如果你有信心,叫棵树搏去海中心都可以 那你被鞭打的时候,神啊,保守我,不痛的 神真的听我们祈祷,你深信 一切的事都不能够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 这里讲到隔绝,这个字 我们又思想这个字,是吧 譬如你有手机,是否发觉有些电梯是没有信息的 即是你的信息是隔绝了 譬如你很紧急,有一件很紧急的事 有个人说,我现在这一分钟要做好决定 然后你又在电梯上没有信息 那你立即得不到你的帮助 但神的爱和信息永远不会隔绝 他永远都会来到我们的 是,不会隔绝的 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其实这些字我们都很熟悉的 但你想想到我们的主 例如狗有狗的主人 我见过狗的主人不好 有狗的主人,他有一条边 他用竹弄的 他有空就打他狗 我听到狗的叫声 我听到狗就知道狗是被裁 真是有外抗,非常差 这个狗的主人是好不好 但是我们的主人是怎么的 是非常不好,厚恥我们 又不斥责我们的神 所以你想到,哇,他是我们的主 是不是很好 所以其实圣经里面 每一句话都很好 我们先说的几件事就是 原来我们人很想要有的 钱,智慧,前面的路,啟示 各样的福气和避爱 神的话语都答应给我们 那你会不会决意说 好吧,我就触实神 跟从神 永远要走神的路 你会不会想 所以 我会 我想大家又抹开眼睛 抹开眼睛 抹开旁边的一个 抹开眼睛 好 其实呢 其实 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习惯 是不是 留意 留意 可不可以眼睛 当你很眼睡的时候 嗯 第一呢 就是晚上 礼拜六晚呢 就不要太晚睡 没睡 尽量呢 不要夜睡 第二呢 听到那时候真的好眼睡呢 就怎样呢 去后面那里 站在身 動下自己 拍下自己 这是一些方法来的 好啦 那我们先看这个是 是引言 就是说 神的话语 人所追求的 他都会赐给我们 接着我就说到 神的话语的一些 重要的信息 第一点就是说 神的话语 一定成就神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 远高过地上的路 你觉得你的路有没有困难 有的路有困难 但是神也有个方法 我们一起读一下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至十一节 一起读一下 以赛亚书 我的意念 非目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目你们的道路 天就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语说从天而降 并得反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八霸结实 使杀种的有众 使杀种的有众 我所出的画 也必如此 他不肯然反回 他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法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那这里我们留意这些字 第一就是意念 我的意念不同 我们人的意念 人的意念 我们留意一下 我们的意念想什么 我们经常都担心钱 有没有人 人知不知 我们 我们觉得自己有用 讀书行不行 我们有很多担心 我们的意念是有很多担心的 很多不开心的东西 很多压力 急时我们的心很烦躁 就是有很多意念 人的意念 就算很好的人 他的意念里面 都有很多很多问题 但是神的意念是非常之高的 神的意念不同 神的路也不同 我们的路 我们的路 我们有没有把握 没有 靠着人是没有把握 我们不知道字面的路 但是神 他有条路预备好的 那么他形容那条路是怎么样呢 天哪有高过地 这里我们留意 就是怎样高 譬如像我这样 我高过你多少 小小的路 一个头 一个头多不多 不多 不多 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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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多 这个楼顶都多 但够不够多 不够多 太平山是否高 如果神的意念 就是太平山那么高 都不是那么高 但圣经讲到 是天哪样高过地 即是那种无限量 天是 你知道天 人根本不知道它有多高 你一直飞去 到底天 你知科学家到现在都想不到 到底这个宇宙有没有边界 角度 想不到 为什么 如果有边界 你去到边界 外面是什么 外星 如果是没有边界 没有边界的宇宙是怎么样 你想不想得通 到底这个宇宙有没有边界 有没有边界 有没有边 你去到边 伸手伸不到出去 没有空间 我们想不到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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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是没有止境的 天是怎么高过地 这就很厉害了 神的路是高得不得了 我的道路 照样我的道路 是高过你的道路 我们看到这个 神的路是很高超的 而我的神的意念 也都高过我的意念 有时我们想不到的 神想到 但是神想到神有责任 做什么呢 神会做的是什么呢 他想到 是呀 神你很厉害 你想到很多东西 我想不到 但是神会做什么呢 指示 如果神想到很厉害 你又想不到 他又不告诉你 那就是没用 但是神知道 所以有时候 你有没有试过 交叉路后 去到交叉 不是说走路 交叉路 然后你要决定 是否这家学校 你不可以学校呢 是否读什么科 是否有时候 有很多交叉路口 死了 不知道什么呢 但是神知道 那你就凭信心 神你说了 你会指示我 当选择的道路 神已经知道的 所以你就相信 神我相信 我宣告 你是知道这道路的 我现在去呼求你 我安静等候神 神你会感动我 神会透过 心中的平安 和国阳的意念 和人的智慧 因为我们不只是 自己一个人 是吧 基督的教会 是一个群体 你要善用这个群体 当你有需要抉择的时候 你可以回到教会 告诉教会 静子妹听 我现在 有这个需要做的抉择 请大家为我祈祷 你领受到什么意念 告诉我 如果有些人来祈祷 觉得你应该 是哪个方向比较好的 但你不要当正它是 因为神有责用 告诉你 所以你就选择在那里 那我就有一个意念 去解释这个经文 有时神会给我们的意念 这个意念是什么呢 譬如你坐飞机 当飞机飞得不太高 你看到地上的程度 哇 地上那里有很多驚激 很多沼泽 哇 很多很多很困难 有高山 哇 深谷 哇 有大海也过不了 譬如有个人要过那条路 是不是很难走 但是你在飞机上 哇 有沼泽 好 飞过了 哈哈 又 高山 高山 好 又过了 是不是 当你从天上的角度看 那你说 那做人 我们是不是在天上 我们明在地上 但是耶稣在圣经里面说 在《伊不索书》第二章 我们回家看这个经文 他说 当我们死在罪磨磨犯的时候 神就叫我们 与基督一起活过来 一同 活过来 与基督一起复活 然后一起坐在天上 但这个经文是用过去式的 如果你用英文圣经看得到 是用过去式的 即是已经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已经一起坐在天上 神已经有个计划 安定在天 所以你走神的路 有什么困难 你呢 靠着耶稣去得性 那我讲例子 大家看着我就可以了 举例子 你 譬如 老板说 炒到鱿鱿鱿了 明天没工作了 那你就很担心 很害怕 那这条路呢 前面就是经激 那你如果走去经激 那你走去经激 真的很难 又要申请 要申请什么工 什么工 那心就是很担心 那很担心的时候 又会忧虑 但是如果你说 神已经早有预备 神不会叫我做黑衣的 神不会叫我做罹死的 神一定有预备的 那你就去依靠神 好了 炒到鱿鱿 祝福老板 希望你前面的事业 成功一样都好 那我呢 离开了 很平安地离开 不用发猛疹 不用怒怒 好 祝福他的心态离开 能懂的 什至像他成功了 士族锯荷 可是你呢 诶我送到礼物给你 你擔心神要做哪個部份 你只是做你自己可以做的 所以當你擔心你前面的路下 經濟的困難、做工的困難 你就相信神會為你預備 那你就做應該做 那應該做什麼呢? 預備好一切的工作 你訓練自己 能夠有各樣工作的經驗 每一方面都學習 其實有機會我都可以訓練大家什麼呢? 建功 建功呢 神就給我一些聰明智慧 我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另有機會再跟你講多些 但現在簡單講一下 當你建功的時候你想見得好 第一精神爽利喜樂開心 這個很重要的 有信心 祈禱去到建功 第二呢 關心人 永遠都是關心人的 當你去到一間 譬如你這間公司 首先你研究一下這間公司是什麼公司 你關心的公司 你為這間公司祈禱 神啊 如果這個是你要我去的地方 求你祝福這個地方 滿有神你的恩典 我去到哪裡都有祝福的 你關心這個地方 又是你去到的時候 你跟他溝通的時候 你都講到 你在網上查到這間公司 你都很關心 你很想這間公司能夠做得很好 你都關心這個老闆 譬如你去到什麼地方都一樣 你去到那個辦公室 已經見到他 有些家人上去 你又 我見到你 你有機會的時候 他見公這樣 他不會不停地 說完 出來是這樣的 不會這樣的 他總有一些空降的時間 你說 我見到你家人的照片 我覺得很欣賞你 你不單是一個老闆 你還是和你家人有好的關係 你可以先問他 這是不是你家人的照片 你會對那個人回應 或者他說的話 問你 我聽到你 你很關心這個公司 所以你挺人都很小心 當你有這種智慧 你不單是關心自己 有很多人關心我又沒有工作 當你照神的吩咐就是 關心別人 關心去愛人的時候 你見到人和人聊天的時候 哇這個人為什麼這麼 超越普通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神的路 神的路是愛人 關心人 是超越普通人 是不是 當你關心人的時候 人覺得你 哇你真的和普通人有些不同 為什麼你這麼特別呢 為什麼你會關心我的事情呢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當你倚靠神的時候 你就說神你一定有預備的 你見完公又很輕鬆 又不用擔心 因為神如果賜給你 你拼了拼不掉了 打風也打不掉了 神一定給你 所以你就可以很平安起了 我知道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們需要很多的討告 有信心 但是觸實神的應許 因為神的路高過地上的路 又說另一個例子 譬如說 家人 先分享 不讓你去街 或者家人 有些 阻力 有些地方 令到我們不開心 我們有兩個處理方法 一個處理方法 就是 真是很慘 想去哪裡都沒有自由 於是 就很壓制 心裡面很壓制 這個壓制的心 總之凡是壓制的心 就是不好的 就要釋放 或者跟家人有什麼關係不好的 心裡面不喜歡他 又是要釋放的 你的心有沒有一些 因為家人不開心的地方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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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些 因為家人不開心的感覺 有沒有 他們需要釋放 釋放之後 你又為他祈禱 又愛他 他每天見到你愛他的時候 他慢慢就會信任你更多 給你更多的自由 更多對你好 你越對他好 他就越更加對你好 這個是超越普通人 普通人 父母對他好像有很多要求 他就好像走經濟路 經濟路就很難 是嗎 但是你靠著神在上公條路走 走的時候 你不給他影響 那些經濟不死 你擔心 一定會過到的 這樣的時候 你就能夠有平安喜樂 一切的困難 本來人在地上爬 很辛苦 為什麼你呢 就在高處那裡 什麼困難都依靠神 得著幫助 這個是一個愛神 遵從神的人 但是當你不愛神 你就怎麼樣 你又有個飛機 就掉下去了 哎呀死了 走這條路真的很難 所以有些基督徒說 有些基督徒說 做人難 很困難 在前面很多困難 但如果你靠著耶穌 你說 其實做人可以很輕散 很容易 有時候很忙 很多事情要做 世人又怎樣 普通人就是 煩亂 衛士飯 好像馬大一樣 很擔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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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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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說呢 我昨天呢 就是我們去我們的 黃隱的 同班同學 一年一次的聚餐 那我就很想 燒一些DVD送給他們 在過程中呢 就很多困難 為什麼呢 他電腦燒了 燒一下呢 自己又回了機 自己又壞了 總之兩部電腦 一部又不能動 在這個情況 人又很自然又會擔心 但我是說神 你一定會祝福的 凡事你會祝福的 總之神你容許的 你容許我燒到幾張 我就帶幾張去 大約六十個人 那時候我燒到三十張 但是呢 很多很多困難 但是我就說 信靠神 神你一定幫助我的 那怎樣才知道 後來呢 有一部電腦真的不行 完全不用得 那就用另一部 我要祈禱 最初呢 燒兩部電腦 就自己關一次 燒兩部電腦 就自己關一次 我要祈禱 我再重裝 然後呢 我祈禱神你幫助我 你能夠 我派到幾多人 你就祝福吧 那之後呢 就沒事了 一路一路燒燒到 但最後那時候呢 又趕不及 但後來呢 神又給我一個意念 Shirley的家 她還沒先出去 她可以繼續燒 繼續燒完 然後呢 到了晚上帶來的時候 是足夠有餘的 最後呢 是足夠有餘的 我想說什麼呢 在過程中 可能會覺得很困難 有時候有些人 很多事情要做 很擔心 你就是神 我做到幾多 我就做幾多 反正你五樣事情 你不能一起做 最重要的事情 要先做 立即做一件 那你做完一件 就做另一件 你就不要急躁 不要急躁 急躁就不能做到 那當你有平安 有喜樂 做完一件 就做另一件 一步一步 你說在心裡 我做到多少 做不到就不要緊 我接受是這樣的 那你的心裡平安 天省 這個神的路 就是將一切的事 交託而華 而華必成全 這句說話 其實是很受用不盡的 是不是 天 我們再看看這個經文 再讀一次 天 怎樣高於地 照樣 我的道路 高於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於你的意念 高於你的意念 是不是非常好 這個經文 當你看到 哇 神的話語真的好 我要祝神 有些人看完 就說 是呀 神的路好 我的路不好 不過我的路很多困難 那又忘記了 即是沒有留意 但是當你留意 遇到什麼困難 我的路是很難 不過神的路 是一定得勝的 我就上飛機 快點上飛機 見到這麼困難 我就靠著耶穌 一定得勝 那有些人說 你會否是阿Q精神 明明不困難 你又當鬼不困難 其實你這樣想 人所能做 就是你做到盡力做 是嗎 你能否再做任何事 你做不到 那你為交託神 你就求神幫助 你就發覺神的幫助 真是很神職地 會帶到我們身上 例如昨晚 Shirley 那個 機器 後來她做的工作 又做不到 那機器 燒完碟之後 嘩 她先做其他事情 然後她媽媽去看 原來那些碟在裡面 即是燒不成 那些碟在裡面 阻礙電腦動 後來拿出來 便沒事了 神的路又解決了這個問題 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們會很擔心 很不開心 但總之你就 神 你會照顧 我盡力做 可以做的 我就交託你 然後 下面說什麼呢 她就說 神的意念這麼高 那那些意念在哪裡 神的路這麼高 在哪裡 下面說 她說 語說從天而降 並不返回 卻滋潤地土 這個經文很特別 就是不返回 是不是 即是她一定會做 她要做的事 她不返回 使地上發牙結實 即是語說 使殺種有種子 要吃的有量 我口所述的話 也必如此 決不徒然返回 卻要 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發他去 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那這裏說 神的路這麼好 神的意念這麼好 那些意念在哪裡 在哪裡 就是在 神的話語那裡 好像語說 神所派下來的語說 都會一定叫 地上發牙生長 神所發出的語和說 都這麼有功效 何況是神的話語 會不會 雨雪 會不會落地下 之後沒有後果 不會的 你看到 就算是沙漠地 那些水一落 你落雨 原來有很多種子 很快就生長 在沙漠裡面 那些植物很特別 它會趁那段時間 有一滴那麼多水 它就在那段時間 很快就生長 很快就會生長 很快就會開花 結果 然後就散開那些種子 總之下一次下雨 又再生過 很特別的 原來就是 那些雨水下來 都必定有功效 雨水都這麼有功效 何況是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 既然我們相信神是這麼真實 不只是相信 是知道神是這麼真實 所以神口所出的話 要說什麼 必不徒然返回 這個很重要的詞 必不徒然返回 我一起說 我口所出的話 也必無限 決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所起的 在我佛他去成就的事 上必然幸福 當你看這個 哇 原來神的話語這麼好的 他必不徒然返回 必定是不徒然的 即是不會去做的事 做不到的 一定做到的 他不會空手回來的 他不會發出去之後 跟著自己空手回來 他一定會成就神所起業的 神的話語有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 神永恆的話語 在聖經裡面 是關乎全世界 關乎所有信耶穌的人 神的應許 譬如神的愛 永遠都不會隔絕 這是神的普遍 賜給我們的話語 但神的話語也有另外 另外什麼呢 就是神在每一個人身上的計劃 因為這個已經寫在哪裡 寫在生命冊上 神的話語已經寫在天上 神的計劃是要你成就這些事情的 當你聽神的話語的時候 神的話語所寫在生命冊上 就會成就的了 你相不相信神寫在生命冊上 是非常好的 是 好像天高地那樣好的 是 那你有沒有信心想這個計劃成就 想 你猜會不會成就 會 會的 當你聽神的話就一定成就 所以當你觸實神的話語 是不是很好 這句金句當你看的時候 你真的用心去看的時候 你發覺是非常非常之豐富的 那你用心去看 那你就去相信 去相信 這句金句呢 其實我們回去的 最好唸了它 唸了它 唸了它就是 當你遇到什麼困難 你就在經激地上 但是你說我要看飛機上 一切的困難 我靠耶穌一定可以得勝 就算我們有困難 怎麼樣 保羅西拉 他們傳道 居然被人捉了 那他們怎樣 坐牢 嚇死了 哎呀真的 哎呀我們失敗了 耶穌我們失敗了 我們坐牢了 做不到傳道 是不是這樣 不是的 他在一個讚美神 讚美神 在一個這麼困難的時候 讚美神 好像在人看起來 是阿嬌精神 但是神的同在 爛到地震動 然後地帶震動 哇 那些鐵鑾全部斷了 就是神可以成就偉大的事 在我們生命之中 是會有很多神職其事的 所以我們有神就是很厲害 有神的話語很厲害 所以天天也祝神 天天都祝神 天天都祝神的時候 你的心就不至於遙動了 天天都開心快樂 行不行 就是祝神的話語 好了 接著下一點 神的話語能夠復興我們的生命 表位能夠活在喜樂平安裏 詩篇十九篇第七至十一節我們一起讀一下 也有的律法儲備能鬆弛人心 也有的法度確定能使如人有智慧 也有的分治正正能快樂人的心 也有的命令清潔能滅量人的大目 也有的道理潔淨傳道永遠 也有的篇章真神傳言公義 都比金子可羨慕 且比亦多的精金可羨慕 比物金田 且比封凡下的的物金田 況且你的復人因此受慶解 守著者石免有大賞 這個講到神的話語是非常之寶貴的 神的律法在聖經裡面有兩個意思 一個特別是講到界面那方面的律法 另一個意思是指到聖經 神的話語 這個講到神的話語 能夠騷醒人心 你自己的聖經翻譯 將這些重語字就鑒著它 騷醒人心 即是說我們的生命需要重生 是吧 在耶穌的時候重生 不過是否一次重生 不是 因為為什麼呢 你信耶穌之後有沒有試過擔心過 有 這個擔心需不需要更生 需要 你現在心裡面有沒有一些不好的意念 有 需不需要更生 是需要不斷的更生 就是要靠著神的話語 神的聖靈 討告 神將我們的生命更生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呢 時事都是正義 時事都是相信神 時事是感恩喜樂 時事遵從神的 這個生命的方式 你想不想這樣 是無福的 是無福的 當人不遵從神的時候 是否 他會不會開心 會不會享受世界上的事 是不會的 世界上的事是不會令人享受的 世界只是令人有痛苦 所以 有些人說 法徒是確定的 你發覺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不算 人很多時候說 我帶你去街 但怎知道又說不行 有些人不是他不想 是他限制的 他說答應帶你去街 怎知道他又不舒服 那就不行 但是神的話語 說了是確定的 還有 他能夠使愚人有智慧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愚蠢 我們個個都有 我自己都覺得我愚蠢 但是神答應了 我可以有智慧的 你可以成為一個智慧的人 你將來看聖經 能夠很明白聖經的 你相信嗎 能夠將神的話語 應用在我們生命裏面 能夠有這個智慧 接著第八節 也有那個分詞 正直 有些人對於正直 覺得很感 即是 要開心 為何要正直 但正直是好的 譬如你和一個人相處 他經常都是一種很正直 很誠實的心 說話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當你和一個人相處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開心 當一個人是歪曲的時候 說話不說真話的時候 你的內心會怎樣 很無信心 很不肯定 因為他經常都是歪曲的 神的話語是正直 所以很簡單 很簡單 能快活人的心 你想做大快活 很快活 很快活 這個字要留意 明亮 是甚麼意思 第一 是否叫你眼睛很靚 人家見到眼睛很靚 眼睛很靚 是否這個意思 因為你的視力會變得二十二十 很清 這個應該是甚麼 是靈裡面的明亮 即是能夠看東西看得很透 曾經有些人說我 有一個人 我去宣教的時候 他說 二牧師你心藏不老 你的東西看到 你又好像沒有甚麼反應 但其實你已經有了處理的方法 這就是我的眼睛看到 即是那個人有問題 他的心又很急 誰不知去到那個關頭 接著我就跟他講 不如我們現在處理這件事 他很開心 因為他以為 即是他 因為我們要看那個人 他會放斜 但是這個人 是有些罪 他家人是有些罪的問題 大家看著這裏 不要分心 不要控告他 他是有家人的問題 即是有罪的問題 他就 即是他和我一起去服侍那個全國人 他的心就很擔心 因為他都不知道怎麼開口 怎麼跟這個人說 我也都知道他這件事 即是我知道他有些事情是做錯了的 那我就想跟他說 但我不知道他是甚麼人 我不知道是否有機會 我就是路上一邊聽他說 咦 我一邊聽他說 我發覺他就有 一種開放的心目 一個誠實的心目 於是我臨到上樓梯之前 我就跟他說 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說 一說好不好 他說好 然後我們就走開 處理了半個小時 處理了 他能夠原諒一個人 然後我們才上去釋放 另外一齊去的全國人 他就覺得 其實你的心中有數 不過你一直都沒有出聲 就是我已經在看清楚 是不是這個時機 是不是這個時候 由到時候我就會做出來 即是我的眼睛 我已經知道這個問題 我知道要處理 我不會把它丟開 我不會說很難處理 人的問題很難處理 我不會這樣的 我知道要處理 但我會求神給我聰明智慧處理 你能不能這樣 求神給你這個明亮的眼睛 看到的事情不用怕 甚麼人都不用怕 都可以處理 不過有智慧有愛心 有平穩安靜的心去處理 接著第九 以外的道理 潔淨是乾淨的 傳到永遠的 你這房子會不會傳到永遠 不會的 過了幾十年 不用幾十年 十年 第一 有 不用十年 幾年就甩了 這房子有很多東西漏 很多問題 不會傳到永遠的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不會傳到永遠 這衣服 現在很漂亮也好 能不能傳到永遠 你很喜歡的手機 會不會傳到永遠 不會 都會壞 所以 是沒有一個永遠不壞的電話 但神的壞意 是傳到永遠 神的英語傳到永遠 是否好 當我們比較 有個方法 有個方法 看醒的人 比較對比 永遠 永遠的相反是甚麼 暫時 甚麼是暫時的 想想 很多東西 周圍都是暫時的 就算一間公司 是否永遠的 都不是的 都是暫時的 每一件事 你要顯出它的特別 它的永遠 它的正面 當你研究 它的不好的地方 反面 你就會看得出 它的正面好處 就是永遠的相反 就是暫時的 這個世界 甚麼都是暫時的 例如你頭上的頭髮 我以前很多的 有人看到我的照片 這是不是你弟弟 這個是我來的 頭髮原來都是暫時的 那你說 我現在還有很多頭髮 但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過了二十年三十年 你拍一張照片 你比較現在 你會發現 疏了很多 是少的 越來越少 是不會傳到永遠的 但神的話語 是傳到永遠 是否非常好 所以我們每一件事 都是用它的版面 給教授 就發覺很好的 好了 你說的點章是真實的 你有那個完全真實的朋友 完全誠實的朋友 有沒有 會不會有 他的朋友都會有時候 說說說謊 會不會 很難找一個真實 不說謊的朋友 但神是完全真實的 傳言公義的 而且比金子可羨慕 寫給極多的精金可羨慕 極多 他說很多很多 如果這裡 你知不知道 如果有一塊金 你一輩子都吃不完 金是很值錢的 如果有一塊金 是很多錢的 很多的金更加羨慕 但其實我們沒有羨慕金 是羨慕神 但他說神的話語比金子更加值得師母 所以我們要喜歡看神的話語 那你每天都喜歡看的時候 你就會有機會去看 就會去記錄 去記錄聖經的時候 我希望給你一個project 就是把你一張張去記錄 去記錄 一張張去記錄 全本的聖經都記錄 能不能夠看一看 鬥快什麼時候可以記錄 那本聖經 那你就看一下 能夠看到 其實是好的 讓你看多些聖經的話語 要渴慕神的話語 是的 那你用這麼多時間看電視 是不是浪費很多時間了 是的 那些時間用來看聖經是很好 那你試一下回來 可不可以找一本聖經 去做一個比賽 誰最快呢 挖一本聖經 新約先 誰最快 或者用一卷書 誰最快看完 然後又一路看下去 那你呢 去留心看 第一就是 看到更多 第二就是留心看 每一句都留心看 那你發覺是很好的 接著又是比蜜甘甜 有些人不是 聖經很悶的 有些人 不喜歡看聖經 就覺得很悶 但是神的話語 其實是很甘甜的 你當你相信的時候 先說到 天怎麼高過地 是不是 神的意念 怎麼高過世上的意念 哇 當你相信的時候 真的非常好的 神真的叫我們 好甘甜 好了 那我今天想說的主要是什麼 第一 我們讀經應該怎麼做 第一 第一 處理所有我們 負面抗拒讀聖經的意念 就是心裡說 哎呀 讀聖經很悶的 聽到很悶的 這些意念一定要排除 奉耶穌明 這個意念要離開我 對不對 奉耶穌明 這個抗拒神的話語 這個意念要離開 抗拒聽到的這個意念 我要離開 不要再有這些 負面的現場 或者說 有些人說 我喜歡遵行這些 聖經分配 不過這些呢 不想遵行 這些太難了 要原諒人 愛家人很難 這些不行 這些不行 這些不去遵行 我們要求耶穌 處理這個意念 對神的話語 不要排斥 第二 有規律的 去讀聖經 如果你可以說 早上讀是最好的 就算你讀一句 然後你跟著出門 都可以的 那你就默想那個經文 然後你可以的時候 你再看多些 有規律性的去讀聖經 然後整天去思想 或者去播放 那我今天帶了一個手指 就有聖經 如果你想有聖經的聲音檔案 那你就可以整天聽了 那有些人就喜歡聽歌 整天就在那個手機 MP3機那裡就整天聽歌 那聽如果敬拜歌都是好的 不過如果你聽聖經 那更加好的 聽聖經 你整天去思想的時候 是有很多很多的經文 會忽然間 哇 原來聖經這麼豐富的 好了 接著讀聖經怎麼讀呢 用討厚的心讀 不要就這樣讀 是一路呢 讀的時候一路 天這樣高於地 我都要相信神的道路 給我是這麼好的 神叫我相信 神你的道路是最好的 還有喜歡神的心去讀 即讀的時候 很喜歡神的話語 哇 神的話語真是很好的 你有沒有聽過經紀堂 有沒有覺得神的話語真是很甘甜 很多很寶貴的意念 喜歡神的心 還有信心 是會成就的 神答應了會成就的 神一定會給我的 當我去遵同他親近 他一定會給我的 還有要默想 經常去默想 有些經文我默想過很多次 我都繼續默想 然後默想 又發現了新的東西 原來聖經裡面 是我覺得新大陸的 當你不斷去默想 你就發現 每一天 你可以發現新大陸的 所以將來你分享 感恩 除了分享一些 你生活上的感恩 你都可以分享一些 你看聖經的分享 其實這個很有鼓勵聖母 是不是 鼓勵大家 看聖經 分享聖經裡面的應許 怎樣實現出來 不只是看我 是實現出來 好 接著 默想 用經文來討告 怎樣經文討告呢 神啊你的意念這麼高 神啊你幫助我 真的 用你的意念 取代我的屬地的意念 叫我的意念全是神的意念來的 叫我走這條路 是神的路來的 不要走人的路 不要追求神 不要追求人的東西 然後整天都留在 這個思想經文 和討告的狀態 那下一點呢 就是聖師妹有講過 就是留意經文 這些是重要的字 重複的字 重要字 和上下文 和聖經相關的經文 那如果你有些聖經的工具呢 或者有些網上 有些都會有的 有些參考的經文 你可以去翻看的 還有問自己 為何有這個詞 在這裏呢 其實就先我們講到 那些經文 為何講到天 如何高於地呢 為何神會這樣說呢 因為神就覺得 很多人覺得 神的話語 是沒什麼用的 所以神就說 我的話語 好像天高於地 那樣高的 是真的這麼高 告訴別人 神的話語 真是這麼高超的 就是神因為知道人 不是這麼看重他的話語 所以我們要去想一下 為何有這個經文在這裏呢 還有呢 去相信 去相信 觸實神的應許 相信和應用 還有處理 譬如你天天都說 應該不要擔心 為何天天都擔心 那你就問問自己 為何天天都擔心呢 那聖經說 不用擔心神會照顧嘛 那你就宣告 神一定幫我的 還有背經文 你越背得到 那你經常都能夠 留在這個經文裡面 那你就 可以將一些背的經文 就放在一個文件上 那你就天天去翻練這些經文 還有呢 是彼此談論 最後一點就是 神的話語 我們一起讀一下 馬拉基書三章十六節 那是 敬畏耶華的彼此談論 耶華則耳而聽 且有紀念冊在他面前 紀念那敬畏耶華 施應他人的人 很特別的 原來當我們彼此談論 當我們這個談論是談論什麼呢 會不會談論 譚永倫 談論什麼電影 是不是耶華則耳而聽 這裡講到應該談論歸神的東西 或者神的話語 神呢 所以 神都在這裏聽道 現在 神在這裏聽道 當然神聽到 就不是在這裏學習 但是神會很留意 很欣賞 會這樣有這些意料 是我給你的 你會說出來真是好 神會很開心 當我們討論神的事 你平日會不會講神的東西 在你的對話 因為經常都會講到 買什麼衣服 買什麼東西 手機怎樣好玩 你在平日聊天的時候 聊些什麼呢 因為會不會講歸神的東西 希望你時時都說 感謝神 多謝耶穌 神的恩典很大 我們可以怎樣信教神的 神呢 則則則則則則而言 所以當我們看到神的話語 之後 我們就要去讀 去默想 去間低 去應用 去遵從的時候 你會發覺神的恩典很大很大的 你會想真的有規律性 去看聖經 神 感謝主 希望大家都想 聖經很好的 當你有神的話語 你就會一生都有信心 我們一生都會滿有信心 活在神的話語裡面 就不會在這個世界搖擺不定 這時候呢 我們大家黑文眼 向神去討告 你問神 你說神啊 首先我們去悔改 我們對神的話語的心是怎樣呢 我們有沒有歡喜神的話語呢 有沒有去讀神的話語呢 有沒有應用神的話語呢 你首先向神去悔改 求神寫免我們的罪 寫免我們 我們沒有全心的去遵從神的話語 然後跟著你就跟神講說 你幫我吧 改變我的心 讓我歡喜你的話語 讓我有規律性去看聖經 讓我偉生去跟從你 跟從你的話語 好